繼續回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坐在身邊的嘉賓換了我們研究部的經理 陳偉聰,Jason Jason,你好 Sherry,你好 在解答家庭觀眾的電話之前 再在這裡呼籲多一次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來我們的電話熱線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電郵是askbschannel.com 現在還有少少時間 都想和Jason去跟進行生方面 出了業績 上半年的順利去到84.68億元 按年計大跌了5.4億元 主要原因是 去年同期有一次性的收益推高利潤 再加上今年的物業重股的金額減少所致 但撇除了一些特殊收益的話 其實上半年的股東應佔入利 只是按年跌了5% 其實中期業績上來說 都好像大刊報告 或者市場預期之內 都是勝過預期的 上半年的派息 就維持每股2.2元 其實今次來說 這個業績出都不是出得很差 應該又怎樣看它呢 業績中規中矩 你說差又不算很差 大家千萬不要讓它 它順利跌五成多的額減 因為剛剛好像你報道那件事 如果撇除輕業銀行 之前的股權出售了 之後 其實現在入賬那邊 就有些改變 以前的企業銀行 就能夠為恆生亞 都提供一定程度的利潤貢獻 但當入賬方式改變了之後 這一部份的利潤 就不會再進入恆生的方面 變相單體的盈利 剛剛這一年 就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變動 但始終這些都是一個 叫做今次轉變之後 才會導致的變動 你說去到下一年 或者再之後的時間 這個影響相對來說 就會慢慢減輕了 如果你看到核心經營業務那邊 見到的息差 其實今次的暗年來說 都有回升 大家都有個憧憬 如果未來美國方面 去到下年真的開始加職 這一類本地銀行 特別是恆生來說 就一定會受惠到 在息差方面 都可以慢闊一點 二樓也見到 恆生在成本控制 這方面都做得是相當理想 見到今次的成本對收入的比例 都跌到只有三成二左右 如果你說比較很多外國的銀行 平均都是四成幾五成以上的比例 恆生這方面 就算是控制得相當好 再看資本充足比率方面 今次的一級資本充足比率 去到11點幾% 算是穩陣的 當然他之前出售了輕易銀行股權之後 接下來還有機會 將比例持續提高 所以短期之內 我相信恆生不會做一些很大規模的融資動作 所以對股價來說 都應該會有支持作用 但都考慮到 因為今次的核心盈利 始終都沒有一個很大的增長 還有PB 市盈利方面都是兩倍以上 所以有部份大行都是調低了目標價 還有都是給一個沽收的評級 變相就令到今日的股價都是有個明顯的調整 始終你說這間的銀行在過去的半年裡都升得這麼多的時候 這些位置做一些下調都相當靜老 暫時就看著 現在的二天線剛剛說跌穿了 看看今天收市之前能不能夠上回去 如果你說是上不到的 又或者是上一上之後 去到今個星期後期再跌穿 到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整個調整廊就可能要落到下面 大概126元左右才是支持得到的 好,謝謝Jason 現在恆生在做129.3元 今天來說跌跌近2% 恆生的業績方面先跟進到這裡 我們都去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就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請問一下1171是燕州梅葉股份 有沒有拿著貨的 燕梅我6.6元都是這些位置賣的 6.6元這些位置賣的 好,現在都是在做6.64元 今天來說就跌超過2% 其實這隻應該要怎樣去看呢 始終煤葉板塊都是 叫做利淡了 利淡因素比較多 都是比較平淡一點的表現 這個應該怎樣看 你說的那件事 可能在過去的年紀就不斷出現 但是近這個多月 開始有反彈 見到好像神華那邊 在上個星期都說 有一個加價的空間 煤價方面都有少少的調高 都令到煤炭股方面 近來就抽回一些照片 好像燕梅你 說的如果在6.6元這些位置賣了 暫時先拿著 見到它的短線的升勢 都應該還有機會去多一層 上面都要看大概6.8元 即是說今早和昨天的高位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整固完之後再向上升穿的話 在下個位置就可以望到 7.2左右 都是一個叫上升勢頭的延續 但是始終你說這個煤炭板塊 基本面方面都是比較多的變化 還有煤炭價格亦都是比較波動 所以都要留意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股價 升不穿不得止 下面都要跌穿 大概6.4元這些關鍵支持 到時候我都建議你可以 短線來說就要走一走 好 接下來再去跟進 是不是這隻3968招商銀行 是3968招商銀行 是 是 是 有 在什麼價位買入 還是沒有持貨 還未買到 沒有持貨 現在正在做15.6元 今天來說暫時都要偏遠 其實在說內地銀行方面 這隻招商銀行 昨天就被減遲 其實前景方面應該要怎樣看 招行來說 本身的業務表現算是挺穩定 還有 盈利增進都能夠 保持在一個雙位數字 還有 都要留意 因為它在對上幾兩個月 內地那邊都有很多 一些流動性刺激的措施 包括定向降準 還有 給一些商業銀行方面 都是 盡量調整 貸存比 這些因素 對於招行來說 都是有利 還有 內銀股 在月中打鈾的時間 就會出那個中期業績 我相信在這一層 可能都有部份的資金 就會提早 炒定這個業績的因素 所以 你就不要說 看去真的會回很多 你看到 一個多星期 升到到十五個半樓上之後 都做一個叫橫行的整固 但是相對的跌幅來說 都不算是很大的 還有 埋近十五個半 這個支持位的時候 都似乎暫時是跌不穿 所以如果你說 以一個再跟進的角度來講 這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去買回來的 買了之後 當然你上面看 就看去穿十六塊 穿了這些位置之後 就不妨可以等過去 接下來出業績 看有沒有機會 會再攀多一層去到 或者是十七元樓上 下面 我相信你說 就算是十五個半這些位置 守不住的 但是說下面 十五元至到十五個二 其實支持力度都是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買這些位置不買 讓它多一層 到十五個二這些位置 都可以買回來 又或者分兩層 這些位置買第一層 去到十五元至十五個二 再買第二層 好 接著我們再去接聽 第二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會有楊小姐 楊小姐你好 楊小姐你好 黃小姐你好 你好 Jason你好 Jason你好 Jason我想請教你 問一下三八六和順雨光學 哪一隻會直播些 和哪些介入好些 兩隻都沒有拿著貨 先問一下三八六 中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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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央企改的方向 都仍然能夠受惠 之前你說股價 為何可以由七元這些位置 升升升升升到上去七個七 七個八 都是因為 下游一些油站的業務 都會引入一些新的民間資金 即是拆售出去 這一部分 其實對於它的資產的價值 都會有一個提升的作用 當然 你見到它升到這麼多 去到七個八這些位置 暫時做一個調整 都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都算是一個健康的整固 你見到它這次下來 初步我都相信 它應該能夠守得到 在五十天線樓上 和今天的低位 你說七個四十多的位置 都是相當接近 所以你說要買的 都可以考慮在七個四邊這些位置 去買回來 駁去吳川那條五十天線 然後看的上面目標 短線就先看回七個八 但是如果你說 胡廣通開完之後 我相信它進一步破頂 的機會都是大 嗯 Jason好像比較看好 386方面 接下來都說有機會去破頂 希望可以解答到楊小姐你的提問 也謝謝Jason的分析 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繼續和Jason 去分析一下 個別股份的表現 稍後再見